他家境贫寒 却被女企业家弃重认作干儿子 他不但资助曹辉上完了大学 还给曹辉的妹妹安排了手术 他对干妈的儿子忍气吞声 甚至忍痛放弃了心爱的女孩 想到干妈和丁家对自己的帮助 曹辉心里慢慢地也就释然了 谁知干妈的垂青竟是另有所图 干妈帮我因为他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2015年4月的一个晚上 曹辉带着满身的酒气 亮亮腔腔地回到住处 一进门他就扔下顾纹包 一头砸倒到床上 这一身疲惫着他 想借着酒精的麻醉作用赶紧睡过去 可是不知怎么回事 这脑子却异常地兴奋 白天发生的事像放电影一样 一幕一幕地在他眼前散过 这睡意全无的曹辉干脆坐了起来 摸出手机 在通讯录里翻出了一个叫做杜菲的联系人 然后打开微信编辑起了信息 菲菲 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今天说的话不是我的真实想法 我想把真相告诉你 你想知道吗 曹辉皱着眉头犹豫了一会儿 点了发送 可是刚一发出去 曹辉的心 喷喷喷剧烈地跳了起来 他赶紧把这个微信撤掉了 曹辉坐在那儿半晌 突然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 呜呜地大哭起来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可是曹辉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 杜菲又是谁 这一切的起因还要从杜菲到公司上班说起 曹辉是一家大型民营企业的基础组管 两个月前一个叫杜菲的女孩 应聘到了公司来上班 这刚一进公司 杜菲凭借自己温婉的举子 优雅的气质 一下就吸引了一大批的爱慕者 单身的曹辉就是其中之一 曹辉因为主管公司的技术 在工作当中和杜菲就有了接触 在接触过程当中 曹辉得知杜菲毕业于名校 而且还在海外留过两年学 在眼界开阔兴趣广泛 是个十足的小才女 而且更重要的是杜菲为人很低调 善解人意 曹辉对杜菲是一见倾心 杜菲看见曹辉高大帅气 幽默风趣 而且非常积极 因此也对他产生了好感 就在曹辉对杜菲展开追求 并且筹划着如何向杜菲表白的时候 一个人的介入却打乱了曹辉的全盘的计划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不是别人 而是曹辉的结拜大哥丁俊峰 丁俊峰是企业的总经理 比曹辉大五岁 一个月前 丁俊峰被自己的母亲 也就是家族企业的董事长鲁燕 派到国外去考察项目 项目刚一考察完 丁俊峰就急冲冲地往回赶 结果到单位之后 他发现曹辉已经把杜菲 当成了追求目标 这丁俊峰毫不掩饰对杜菲的好感 并且也对他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就在曹辉以为自己和结拜大哥丁俊峰 心早不宣 两个人公平竞争女朋友的时候 丁俊峰却找到了曹辉 只听丁俊峰说 他和杜菲在一次归国人员交流会上 早就认识了 那么第一次见到杜菲 他就喜欢上他了 这个时候他托人介绍杜菲来公司上班 可是杜菲刚到公司不巧 自己被母亲安排出国考察 现在才被曹辉截足先登 那么丁俊峰说完之后 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曹辉立即退出竞争 曹辉一听打心眼里不愿意 他本想和大哥理论 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丁俊峰看曹辉不死心 于是就要求曹辉 当着自己的面给杜菲打电话 告诉他自己配不上杜菲 自愿放弃追求 这曹辉更是不情愿 可看到大哥一副咄咄逼人 恃不罢休的样子 曹辉也没有别的办法 想了想就妥协了 然后他拿出手机 当着大哥的面就拨打了电话 那么看到这一幕 丁俊峰这才得意洋洋地离开 看到丁俊峰扬长而去的身影 曹辉心里甭提有多难受了 整个下午曹辉满脑子都是杜菲 根本无心工作 好不容易挨到了下班 结果看到了杜菲 竟然挽着丁俊峰的胳膊 两个人有说有笑地上了一辆豪车 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曹辉 两人既然是结拜兄弟 曹辉为什么对大哥丁俊峰的无理要求 这么忍气吞声呢 难道他有什么难言之音吗 曹辉的难言之音还真有 事情还要从他的家庭说起 曹辉出身贫寒 妹妹有先天性心脏病 常年需要吃药 这让本来就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曹辉眼看着连学费都凑不起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女企业家鲁燕向曹辉伸出了援助之手 他不但支度曹辉上完了大学 还给曹辉的妹妹安排了手术 并且承担了所有的医药费开支 那么更让曹辉感动的是 在他毕业的时候 鲁燕主动邀请他到自己的家族企业上班 并且任他做自己的干儿子 还让自己的儿子丁俊峰和曹辉 两个人结拜为异性兄弟 那么因为干妈的关系 曹辉才对自己的这个结拜大哥 处处忍让 那么更何况这个家族企业迟早 是丁俊峰的 曹辉要想在这儿长期干下去 那就不能得罪自己的结拜大哥 这就是为什么曹辉忍痛放弃 追求杜飞的原因 虽然看到大哥和杜飞 两个人粗伤入对 甜甜蜜蜜 曹辉的心里 有种说不出来的委屈和酸楚 可是想到干妈和丁家 对自己的帮助 曹辉心里慢慢的也就释然了 他本来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自己会慢慢走出这段感情低谷 这天涯何处无方畅 没准再碰到一个更好的呢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一个意外的发现 让他逐渐平静的内心 再次掀起了波澜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他忍痛放弃了自己心爱的女人 只因干妈对自己家情深义重 这个曹辉坐在那半嗓 突然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 呜呜地大哭起来 他无意中发现 干妈对自己格外照顾 竟是另有起 会不会是因为自己的血样 和丁俊峰的血样相吻合 干妈才有意把自己留在身边 讨做好丁俊峰 随时骨髓移植的备胎呢 一套房子让干妈的真实目的曝光 他决心报复 干妈帮我因为他正在 这一天曹辉到干妈鲁燕的办公室 去汇报工作 恰巧鲁燕不在 曹辉顺手从办公桌上 就拿起来一本书 坐到沙发上翻着 忽然一张单子从书里滑落下来 曹辉捡起来准备放回去 可是无意间竟然看到了 单子上有自己的名字 那么曹辉一阵好奇 打开仔细一看 竟然是自己七年前的 一个血检的报告单 曹辉这才想起 这七年前自己是刚上大学 为了几百块钱的营养费 他经常去进行义务献血 所以才有了这张血检报告单 由于自己的血型 属于那种非常罕见的血型 所以每次去献血都特别受欢迎 可是 为什么自己的血检单 会在干妈的书里 那么曹辉感到一阵阵的疑惑 但是他也没有多想 就把单子又放了回去 几天以后 曹辉偶然从鲁燕的一个远房 亲戚那里得知 说丁俊峰以前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 十年前得了急性白血病 因为没有匹配到合适的骨髓 结果没有自好离开了人世 听到这个消息 曹辉心里一惊 因为他也知道 这个双胞胎 因为是同卵双生 或者是双卵双生 如果其中一个人得了白血病 那么另一个人得白血病的几率 要远远高于正常人 这七年之前 在干妈拿到自己的血检单之后 命运就开始垂青自己 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 会不会是因为自己的血样 和丁俊峰的血样相吻合 干妈才有意把自己留在身边 好做好丁俊峰 随时骨髓移植的备胎呢 想到这儿 曹辉心里 竟然有些窝火 可是转念又想 自己虽然家境贫寒 可从小到大 一直都是众人眼中的佼佼者 学业优秀 大家也都看好自己 那么干妈呢 也许也是欣赏自己 才对自己这么关照的 而且自己对他的家族企业 贡献也这么大 这一切应该不是偶然的吧 所以说他想 血检单可能就是一个巧合 就这样 事情过去了大半年 曹辉呢 在没人的介绍之下 也有了新的女朋友 两个人感情还算顺利 可是每当看到丁俊峰和杜辉 两个人如交似漆 已经到了谈婚论嫁时 曹辉的内心呢 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思路 那么更让曹辉惊陷的是 一个月以后 丁俊峰和杜飞 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而干妈呢 直接送给了他们一套豪华的别墅 那么曹辉的女朋友啊 看到鲁燕这么有钱 就打趣地对曹辉说 你不总是跟我说你干妈很有钱吗 说她对你好吗 你也跟她说说 你要结婚 看她舍不舍得给你也买个别墅 虽说呢 只是一句玩笑话 可曹辉呢 还真往心里去了 毕竟呢 自己住的是单位的公寓 面积也不大 再说呢 她早晚的结婚 总得有个自己的房子吧 更重要的是 曹辉心里 那个备胎的遗团呢 一直没有解开 她呢 想趁机试探一下干妈的底线 这天呢 曹辉去看望鲁燕 鲁燕呢 像往常一样 对曹辉呢 是嘘寒问暖 关怀被子 那么在问到曹辉女朋友的时候 曹辉表现出面露难色 鲁燕赶紧问 怎么了 你们两个人有矛盾 曹辉低下头 有些难为情 说我女朋友啊 想让我给她买一套房子 否则呢 就不再跟我谈了 可是 见曹辉啊 欲言又止 这鲁燕呢 一下就明白了 她爽朗的一笑 拍了拍曹辉的肩膀 妈当什么大事 不就一套房子吗 正好 你大哥丁俊峰 不是住到别墅里边了吗 她原来住的那套房啊 也挺好 我找人收拾收拾 你们直接搬过去住就行了 曹辉一听 只事上自己临时住 也没说送给自己 这心里啊 不仅有些嘀咕 于是呢 曹辉又支支吾吾的说 说我女朋友她 她想让我买一套 鲁燕听了 摆来摆手 说房子呢 你先住 这个产权的事 我回头给你大哥商量一下 那么随后呢 鲁燕就岔开了话题 见干妈鲁燕闭口不再提房子的事 曹辉心里一沉 她感觉 干妈对自己的态度果然有所保留 难道干妈对她的恩惠 真的就是为了换取她的骨髓吗 这心事重重的曹辉啊 陪干妈吃了一顿丰盛 但是啊 并不可口的午餐 期间鲁燕高兴的告诉曹辉 说杜菲啊 怀孕了 听到这个消息 曹辉的心呢 久久的难以平静 曹辉因为杜菲和房子的事啊 心烦意乱 工作呢 也不在状态 而丁俊峰呢 随着董事长鲁燕的渐渐退出 已经成了公司的一把手 那么年轻气盛的丁俊峰啊 计划着在公司大干一场 因为公司啊 急需技术革新 丁俊峰啊 在召开公司重要会议的时候 研究采用新技术 而赵辉呢 提出了和丁俊峰截然相反的观点 曹辉当着众多下属的面 委婉地指责丁俊峰不懂技术 这样的话 出力不讨好 对于我们公司没什么好处 这丁俊峰啊 刚刚接手公司 这中间呢 难免因为管理方式啊 得罪个别的股东和高管 一些股东因为看不惯丁俊峰 钻断独行的作风 就起哄 他们支持曹辉 这让急需在公司 树立权威的丁俊峰啊 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他当着众人的面 就批评曹辉 并且呢 抓住曹辉的一次工作失误 把曹辉的奖金也给扣了 曹辉本来因为杜菲 对丁俊峰就有成见 再加上丁俊峰啊 迟迟不把房子过户给自己 对这个丁俊峰啊 心存芥蒂 那么如今 丁俊峰竟然不顾兄弟的情愿 把自己奖金都给扣发了 曹辉对丁俊峰啊 更是不满 他干脆就开始利用自己的优势啊 和这个丁俊峰对着干 丁俊峰啊 渐渐地觉察到了 曹辉对自己的不满情绪 一个月以后 他花高薪 挖了一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 并且呢 开始着手培养技术骨干 那么曹辉此时感觉到了危机 他认为丁俊峰是为了 故意排挤自己做准备 两个人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 曹辉越来越感觉到 自己虽然掌握着公司的核心技术 可毕竟自己是打工的 没有话语权 要是真有一天 丁俊峰培养出了新的技术骨干 取代了自己 那个时候干妈呀 可能也就不再关照自己了 那么自己会不会被丁俊峰扫地出门呢 怎么办呢 他脑子一转 想到要是自己能够获得丁家公司的股权 机会突然来了 原来鲁燕得知自己儿子丁俊峰掌管公司之后 由于作风强硬啊 引起了很多股东和高管的不满 并且和曹辉闹了矛盾 鲁燕呢 不放心 就想到公司啊 能够安排一下缓和高管和儿子之间的矛盾 于是呢 他找到了丁俊峰 结果呢 正在谈话期间 恰巧曹辉呢 从旁边经过 无意间 他听到了两个人的谈话内容 只听丁俊峰说到 说妈 我会处理好啊 丁家和那些股东的关系 您就放心吧 可是您为什么那么偏袒曹辉呢 这些年我们丁家带他不薄啊 如今他又张口要房子 更可气的是 他竟然在公司跟我作对 不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 把我放到什么地位了 我在公司刚刚立足 严格执行公司的管理规章制度 扣他奖金是应该的 我有什么错吗 这丁俊峰啊 是越说越生气 嗓门呢 还就高了起来 站在门口的曹辉啊 听的是一心二处 这个时候啊 他本来想离开 可是接下来的对话 却让他大吃一惊 只听鲁燕说到 说俊峰 妈知道啊 你需要肃立权威 可是呢 你也不应该拿曹辉当鸡仔啊 你跟他闹僵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 要是真的有一天 你得了白血病 你不还在指望着 他给你捐献骨髓吗 咱们家血行有多罕见 你又不是不知道 妈可是花了三年时间 才找到了曹辉啊 妈 弟弟得白血病 不意味着我也会得 你为了给我找一个备胎 在曹辉身上投入这么多 牺牲这么大 值得吗 我不管 我绝不允许你弟弟的悲剧 在你身上重演 鲁燕提高了嗓门 生气地嚷道 听到这儿 曹辉惊呆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么多年 干妈对自己如此关照 原来真的只是给自己的儿子 找一个备胎而已 那么虽然捐献骨髓 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大的伤害 可是这么多年 他却像一个傻子一样 被人蒙在鼓里 曹辉忽然感觉到 干妈是那么的虚伪 对自己平时那么好 都是假的 都是演戏做的 想到自己这么多年 对丁俊峰的处处忍让 想到霸道的丁俊峰 威逼自己 放弃了心上人杜菲 曹辉愤怒极了 他决心报复丁家 干妈多年的关照 真的是别有用心 得知真相后 他决心用骨髓换利益 想到霸道的丁俊峰 威逼自己 放弃了心上人杜菲 曹辉愤怒极了 他与干妈撕破脸皮后 签下协议 顺利得到了房子和股权 把房子先过户给曹辉 同时鲁燕再答应 给曹辉10%的股权 协议签订之后 干妈又为何突然反悔 房子和股权最终改归谁 干妈帮我 因为他 正在脱出 几天以后 曹辉借着一个工作机会 就找到了鲁燕 他把协计报告单 还有给丁俊峰做生命备胎的事 和盘脱出 鲁燕听了一阵尴尬 他没有想到曹辉什么都知道了 鲁燕有些难为情 叹了口气 所以七年前我就想告诉你 可当时很多人对骨髓捐献有偏见 我担心你知道的太早 你家里人会反对 你来到公司之后 我也对你特别的关照 想着等着有那么一天 俊峰真的有了生命危险 你能念在我照顾你的份上帮他一把 可是你们也不该瞒我这么多年 曹辉生气的说 我迟迟不敢告诉你 就是怕你觉得干妈自私虚伪 怕你不愿意帮俊峰 曹辉听了一脸苦笑 说丁俊峰逼我放弃杜飞 又拒绝把房子过户给我 还在公司处处挤兑我 我凭什么去帮他 就算帮 你也得给我一个帮忙的理由吧 谈到这儿 鲁燕算明白了 曹辉今天是来给自己讲条件的 看着眼前的曹辉 鲁燕心里是一阵阵的失望 自己当初帮助曹辉确实有私心 可是自己付出了这么多 对他家这么的照顾 这个曹辉不但不领情 居然拿骨髓捐献相要挟 竟然如此波清寡义 可是再找一个能给儿子捐献骨髓的人 又谈何容易为了儿子 自己答应曹辉提出的条件了 看着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曹辉 鲁燕无可奈何地问他 说你想怎么样 有话你就直讲 给我20%的股权 我就同意永远做丁俊峰的备胎 随时可以给他圈献骨髓 那好吧 我回去考虑一下 就这样 各怀心事的两个人 离开了办公室 晚上鲁燕就告诉了儿子 曹辉提出来的股权交换的条件 丁俊峰一听 坚决不同意 母子两个维持起了争执 那么见儿子这么执着的反对 鲁燕也有些动摇 可是当他想到十年前 小儿子因为没有匹配到合适的骨髓 杀手人寰 鲁燕的心又揪起来了 思来想去 鲁燕决定答应曹辉的条件 毕竟这钱是身外之物 多少是个够呢 保住儿子的命比什么都要紧 那么最后鲁燕和曹辉商量 把房子先过户给曹辉 同时鲁燕再答应给曹辉10%的股权 曹辉得到这一切高兴坏了 他承诺将来无条件给丁俊峰做骨髓捐赠 那么两个人随即就签订了这个骨髓捐献的协议 拿到了自己想要的 曹辉决定忘记杜菲 好好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房子和骨权都还没到手 事情又起波澜 原来协议签订后不久 杜菲就给丁俊峰生下了一个儿子 医生这个时候告诉丁俊峰 孩子的骨髓血型和丁俊峰的是完全吻合的 也就是说一旦丁俊峰出现白血病症状的时候 儿子马上可以跟他捐献骨髓 那么听完医生的讲解之后 鲁燕不仅喜极而泣 他再也不用担心丁俊峰重蹈弟弟的负责了 在儿子的极力要求之下 鲁燕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很快法院就对这起罕见的骨髓捐赠案件进行了审理 庭审当中曹辉提出 协议是庄方真实意识地表示合法有效 而鲁燕的代理律师却提出 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 内容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应属无效 那么 曹辉和鲁燕签订的骨髓捐赠协议到底有没有法律效率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合同无效 什么是合同无效呢 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第一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定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 恶意窜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第三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第四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五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 骨髓捐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其实呢 就是献血 因为血液啊 和其他人体器官一样 不能成为民法上交换的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也明确规定 献血必须处于自愿 无偿 就算捐献者和受捐者签订有偿捐献协议 但是呢 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五款的规定 这个协议啊 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因此也是无效的 人民法院呢 经过审理认为 鲁燕和曹辉签订的这个骨髓捐献协议 名为捐献 实际上是以股权作为对价 进行了买卖 违反了自愿无偿的捐献原则 因此合同是无效的 法院呢 还提醒双方 我们国家严厉打击血液买卖行为 情节严重的 甚至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拿到判决书的曹辉 安然离开了法庭 很快呢 也就离开了丁家 鲁燕望着离去的曹辉啊 心痛不已 他为曾经和睦的一家人 最终以这种方式分道延标啊 感到万分的悲痛 那么同时呢 也为自己的家族企业 失去了这样一个优秀人才啊 而恶腕叹息 在本案当中 贪心的曹辉为了报复丁家 不惜以骨髓捐献相威胁 结果呢 最终是竹篮打水一场功 落得个亲人反目 安然离开的下场 而鲁燕母子呢 虽然赢了官司 保住了丁家的骨权 但是呢 他们毕竟为了一己私利 刻意隐瞒 伤害了曹辉 最终呢 也难以如愿一偿 如果鲁燕呢 能够多一些坦诚 丁俊峰呢 能够多一些包容 也许这场伤害母子关系 兄弟情谊的官司 本可以避免 好 观众朋友们 咱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做保姆的余力 刚到新雇主家不久 就做了雇主借款的担保人 后遭雇主辞退 不久后 雇主突然神秘消失 余力被告上法庭 债主让他还钱 身为保姆的余力 能否摆脱这非来的债务 这究竟是一场误会 还是一场骗局 保姆作诗巧脱身 法律讲堂明日播出